您是基督徒ِ Love, Representative God 您是基督徒,以前是基督徒 那您现在是佛教信徒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 你这个信仰的这个转变过程 你自己的个人的转变过程 应该说 因为我老公是长老教会的 他们家是三代的长导教会 然后我婆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她是以前一直在教会都是执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始的这个宗教呢 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很执着 因为我妈妈 我的娘家这边是佛道不分 该拜的就拜啊 该吃的就吃啊 所以平常来讲 我们从小对这个宗教 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那当来到南非以后呢 南非这边最主要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那叫我老公他自己本身也是基督教 所以我们经常经常就去上教会 那在教会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就是心理上有一种很沉淀的 很沉浸的这种感觉 所以每个礼拜有时候去教会的时候 就是好像把平常的这个烦恼就一洒而光 只要去告诫一下然后就很轻松这样 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是唱诗歌啊 跟大家去做这个志工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宗教是对我来讲 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就是当我在很烦闷的时候 然后在我心里没有依靠的情况之下 我有一个祷告的对象这样子 那么当初之所以会跟佛教接触是 那个时候会离法师来的时候 刚好幸运大师 佛光山的幸运大师到南部这边来访问 然后就我们那个江森达江居士呢 他是佛光会的会长 那我们一直都认识很久 所以他就找我 他说千伟我现在当会长喔 你来当我的秘书长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 我基督教徒你叫我来当你的秘书长 他说有什么不行的 你就你平常也都在做公益师啊 那你就把这个当作是个公益事业啊 对那你只是来帮我忙啊 我说那我们说好了 你不要到时候叫我诵经啊 什么这个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我一概都不会的 然后那个时候佛光会成立了以后 我们这边有报纸啊什么的 就说会长是谁啊秘书长是谁啊 我心里真的就是蛮彷徨的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自己 那尤其是我怕我婆婆不高兴 我怕我婆婆生气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回去台湾我就特别跟我婆婆讲 我说妈妈 我现在在佛光会做那个秘书长 我说我只是在做公益事业 我没有背叛 然后因为我就去跟我婆婆 我觉得先告罪这样 我心里那种负担比较不会那么重 所以我很压抑我婆婆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你认为该做的事情就去做 只要好的事情你就去做 别人讲我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一个七十几岁老人家 他这么开明喔 因为他是很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 他就很开明地讲 他说你要随着你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去做 所以当下我们就比较放心一点 那也就跟在江会长的身边 就是办法会啦 什么活动啊什么的 就是比较有这个接触以后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个有一次我跟惠宇法师 我开车带他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是比较天真的喔 开车想说一个师傅坐在旁边 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 那也很尴尬这样子 我边开车后就问 我说惠宇法师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请问你是受什么刺激出家的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出家人肯定是看破红尘啊 或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所以他才会出家 所以我就很好奇地问他 我说你请问你是受什么刺激 就我们师傅也很幽默啊 他就跟我讲 他说一定要受刺激才会出家吗 我说没有啊 我只是想说 我说你要不愿意讲 就不要讲啊 我没有说啊 巧克力一定要说啊 我说师傅要下车的时候 他就丢了一本书给我 他说这个有空看看吧 你可以对这个佛教多一份了解这样子 就从那本书的因缘开始结起 因为回来以后我就那本书看了看 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佩服 那个是欣盈大师写的一本 人间佛教的那本书 从那本书上面我就觉得说 这个佛法真的不是像我们所理解 就是你拜佛你是要求什么 你要求让你发财啊 让你什么什么这些的 其实真的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这种 就是这个哲学里面批语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又看又有兴趣 那本书看完以后又去拿了好几本书来看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接触点 我觉得是对这个佛教 一开始是第一个是好奇 第二个是对他的理解 第三个是我真的是相信 他真的就是一个我们一个 我觉得一个人生的一个灯塔的这样一个做法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欣盈大师的这个 他把佛教人间化的这个理念 因为我们一般对这种佛教就会觉得他很深远 然后觉得说这个跟我们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从这个接触上面去体会到真的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佛性 真正学佛是自己修身仰性 是一个往内求的一份哲学 而不是你去跟菩萨要求要内阁的这样子一个 反正再扯回来就是曾经我以前在台湾 就是在我婚姻挫败的时候 那你就会去很相信这个算命的 然后去找人家跟你讲说 哎呀哪边哪一边那个什么恩主公很灵 哪边哪边很灵 那我们就会去好好去那边许愿啊 我曾经三 这个三 他们讲是三跪五拜的 从明泉东路 中山北路那边 三跪五拜的到恩主公庙 去求 就是去求愿说 希望我老公能够回头 那个跪的这个膝盖什么都是磨破皮的东西 这样子 可是后来真的后来自己检讨起来觉得很 真的很愚蠢 你做的这个形式上面的事情而已 但是你实质上 你实质上的这个问题症结 根本不是在这个上面 那你是求你去 请求一个根本不了解你story的人 来帮你解决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嗯就是说当你我学佛以后呢 我就深深能够去体会到说 过去有些自己的想法 然后自己的心念要怎么去改变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把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对过去经常很多抱怨的事情 就是不开心 然后有很多愿困啊 一天到晚就是 也就是感觉是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老师怎么给我这么多的挑战等等这些 这些心念呢 我觉得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因为改变学佛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改变最大就是 懂得怎么用感恩的心 我反过来会去感谢过去给我的这么多的这个磨难 跟这么多的经验 谢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有机会这样去成长 而不再是去用过去那种怨恨 或者说这个怨天尤人的这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觉得成为一个佛教徒 我觉得我蛮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谢谢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贝利法老师喔 他说他带给非洲 中国文化 世界上大概是最古老的文化 然后他带佛教世界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带到非洲 然后他讲说他用这两种文化去滋养非洲 滋养非洲的文化 然后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国家文化去取代 非洲文化 那您当过这个非洲国会议员很多年 那我想你对非洲的文化一定要了解 其实应该说 我觉得我们长久以来都称非洲这个大陆 就是黑暗大陆这样 那在南非 因为从头到尾到现在呢 我已经住了三十年了 那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觉得非洲这一块 真的是个很淳朴的一块土地 它的百姓 它的人民也是很淳朴的一些 因为基本上他们的生活理念是 生活只有今天 我把握当下 那么至于明天怎么样 明天再说 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们 这种已经就是 已开发国家的就是那种 要planning for future 他们不会 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那再加上这一块土地 因为它的淳朴 它就是 而且它也接过 它也经过很多这种西方 西方国家的这种殖民地啊 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 原本很淳朴的这个非洲文化呢 有一些就是被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去 有点混淆不清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百姓 就是有时搞不清楚 到底他们自己 他们已经失去他们本身的那种 纯朴本土的那种文化信仰 反过来就是有点混淆不清 西方的这种物质上面的这种 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有点污染的这种感觉这样 所以再加上这一块土地 因为过去这种殖民时代的这种 这种政策的影响的 很多基本上都是用渔民政策的 那这块土地的这些 这些人民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然后只是一昧的去追求这个物质 然后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子去 从零到有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所以我想 我自己就是说从政这么多年来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自己有点confused就是说 我们用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标准 去看我们部落的这些黑人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他们好像他们生活得很辛苦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去视察 有时候发现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些村民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快 过得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容易满足 一点点的这种小物质它就很... 跟都市这个黑人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应该讲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 非洲文化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文化 但是它需要一些教育跟一些引导 那过去的这个殖民时代就是 因为没有给他们一个 适当的引导跟教育 所以演变成今天 他们有时候都变得有点混乱 好 已经它的那个价值观 跟它的那个核心价值已经 就是我觉得有点混淆不清 就是找不到那个价值观在哪里 那我觉得师父 其实我想他当初来到非洲这块地方呢 他是感触很深 就是说走到非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 你都可以看到教堂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神父啊牧师啊 他们深入这个部落 去帮助这些这些老百姓 然后从这中间去教导他们信仰 从信仰里面去培养他们这个 所谓的基本的这个生活的本性这样 但是我们佛教好像没有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佛教好像就比较局限在 在东方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再加上或许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吧 所以并没有深入非洲的这块土地这样 所以我觉得师父的理念我非常赞同的一点就是说 你假如说请我们东方的师父来这边传法 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 因为这个文化差异性太大了 所以唯一就是只有说你假如能够把这个佛法 我们这个这个弘法的事情呢本土化 然后由他我们去教导他们这些年轻的一代 去了解佛法的这个本性是些什么 由他们自己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用他们自己文化传统方式去传授给他们的 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个同胞跟百姓的话 这才是能够真正去落实一件事情 否则我觉得我们有就算说今天就算我在这边三十年 我是个佛教徒 然后我去告诉这边当地的主流社会说 我们佛教是怎么好怎么好 他的这个总是有一道墙 那个格核还是还是蛮大的这样 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佛教它就是一个一个哲学 然后一个教人向善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题材 那假如用这个尺度去想的话 假如我们能够把佛话传到这个 就是能够传入他们这边的本土的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的话 相继我觉得慢慢我们撒下来这些菩提种子 将来可以慢慢的萌芽 从一个种子去萌芽去影响到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能够真正改善 这个我们所谓黑暗非洲非洲大陆的这一块的地方 因为过去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受教育 他们的想法很单纯 很容易被煽动被就是诱导到其他不对的方向去 所以你看非洲国家基本上可以讲说大多数的国家 贪腐腐败 因为他们为贪腐会腐败 最主要就是因为追求物质生活 他不知道这个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所谓的道德伦理在哪里 所以他们不认为说 贪腐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或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说起来就是这个一个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根本的 很直接的 可以达到未来达到一些实质效果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办孤儿院 为什么产生这么多孤儿的原因 据我了解是因为疾病 艾滋病尤其是艾滋病 那你们谈谈为什么艾滋病在非洲这么盛行 应该讲我想最基本的就是 非洲的这个地方呢 他的因为贫穷 那么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教育的理念的问题 他们对这个卫生习惯各方面来讲 都没有那么这样的重视 再加上也应该讲 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传统的理念 像我举个例子讲 我们议会常常有去下乡去视察的时候 我们到部落区要了解就是说 艾滋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 经常性的我们到一个部落区 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知道说 你这个村庄里有多少人有这个艾滋病 村长是第一个站出来跟我们讲说 我们没有 我们这边没有人有艾滋病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用另外一个角度 另一个方式我们到那个藏仪社去了解的时候 那个藏仪社可以跟你讲说 可以指出来说 他们村庄后面就是有一个 反正艾滋病者的这个遗弃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那上面去理解就是说 他们的民族性呢 对艾滋这东西他们是有点 就是很恐慌 然后觉得得到艾滋这个东西是很丢脸的事情 他们不愿意对外去宣布说他们有得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性他们一直隐瞒 那隐瞒他就错过了这个治疗这个机会 然后他就一直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有一些谣言 然后就是说艾滋病呢 你只要跟那个年纪轻的有过性爱关系的话 你的艾滋病就会不要而愈 等等就是这些很多混淆事情的这种 所谓的就是这种 这种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很莫名其妙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百姓们他们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教育 所以他很容易听信到这个谣言 那很多事情就越搞越糟糕 甚至于说在政府部门来讲 也因为他们真的是太过于proud 他们不愿意去承认说他们有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 甚至于说对国际媒体来讲 我们的那个卫生部长也从来不会说很诚实的去告诉说 我们有到底有多少的艾滋代言者 他们总是把真正的这个事实的事情把它做隐瞒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修正 当然慢慢这些年来 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些劝导的方案啊等等 就是鼓励大家就说你们要去做身体检查 你们要去越早检查 你们可以去就是可以有这个提早治疗的一个方案出来 然后得到这个 健康痊愈的时间也会比较有可能这样 所以在各方面NGO的这个宣导啦 跟这种很多这种义工 各方面到各个部落去做这样子的宣导 目前来讲是比以前情况是好转很多 那之所以说在非洲这块地方呢 有这么多的这个孤儿呢 艾滋病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者就是因为他们不懂的结语也是个问题 甚至于早期那上面有黑人甚至于有个想法是 你要是不会生孩子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后来我发现我去了解的时候我觉得说 其实应该是怎样说非洲的这个传统文化 他们是比较属于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形态 那么因为牧民族的生活形态是帐篷盖到哪里 哪里就是他的家这样 所以他们经常性的就是你看他们的男生呢 都要出去外面去打工 到一个城市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 他只要到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就是他一个家 那他就可以找一个老婆 找个老婆生了以后 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他又有另外一个老婆 所以到后来也真的 他不是一夫一妻子 是一夫好几妻子 然后孩子生了以后也不见得一定要养 因为都是丢给妈妈 或是丢给那个家里的老人家去养 所以那种我觉得那个责任感呢 他没有 并没有所谓的那种责任感 所以这个是游牧家庭 跟农村家庭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农业立国的 群居的这个凝聚力比较强 所以他会就是守在这一块的地方 那他的各方面的这种 家的聚集力他会比较有 但是游牧型的这种社会呢 他就比较没有 所以病人造成很多 像南非这边很多 未婚妈妈的一堆 对 那我们也常常到部落园去看过就是 经常性的这些小孩子呢 都是父母亲都不在 那去丢给奶奶去看 丢给爷爷去看 那么这些孩子在 那你说假如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家庭教育啊 孩子在这个部落里面就是 每天到处跑到处 到处解野食有的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 一个教育方式出来 所以就慢慢的造成这些种种的 这个社会问题的存在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像我们在我们的孤儿院里面呢 曾经在我们马拉雅里面 也不全然都是 双亲都没有的孤儿 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孤儿 那这种情况 以前我们一开始是觉得说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都要找 这个双亲都没有这个孤儿 可是后来我觉得 其实单亲的孤儿 也是很需要去教育的 也很需要是我们这方面去负责的一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问问题 是补充 谢谢哦 不客气了 还有什么没有补充清楚的 有没有 你要不要补充一点 你要不要再补充一点 我没有问到 没有啦 我要补充什么 我话已经够多了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我这话已经 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